这次我想见识一下我们三号女嘉宾 三号 我记得想走出来的那位 对 动作已经是很燎人了 另外一点就是北京女生嘛 就可能比较外向一些 比较直爽 我想看看这样的女孩子 给韩国伯伯一个机会 我觉得是第四号嘛 因为她年龄最大 肯定会累的 要找一点回家 好 来 各位男生 请投票 三号 来自北京 这位来自于北京的婚姚 名叫肖肖 23岁是一名韩语教师 掌声有请肖肖 大家好 我是肖肖 我今年23岁 我来自北京 然后目前的职业是一名双语教师 我主要教韩文跟英文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就是喜欢眉心眼的二货 看你这说话焦逼逼的 估计自己也是个眉心眼的二货吧 画了好多眼睛 这个是我平时最喜欢的五个表情 哦 是表情 对 你告诉我们这表情 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今天天气很好 我心情也很好 这个就是 嘿嘿 我发现有好吃的了 这个就是 目前还没对男生做过 不过我挺期待的 然后这个就是 有人说我胖 或者说 这女生怎么那么难看呀 然后我就这样看她 第五个就是 学生不听话 然后整我的时候 我就这表情 就眩晕了 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 哦 来 没有请 谢谢观看 掌声说明了你的表现 非常的棒 而且票数也很高 80票 恭喜你过关了 谢谢大家 下面呢 我们要进入 分散有健康美丽三连拍 面对镜头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你想对男生做的那个表情 怎么瞬间对所有观众做了呀 好 来来来 请 我觉得你说话和你跳舞 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 不知道接下面具 又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 会在这个时候接下来呢 面具好 行 正好 准备好 来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接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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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一个最新的男嘉宾 是吗 一定是他 好 你也看到我们台上有一个红椅子 你会挑选哪个男生坐在这个红椅子上 我挑咱们大哥 大大大大 小成功 来 表情包 那你就选择大哥说好话还是说真话 说真话 真话 第一印象 你皮肤也是很白白 然后刚才你跳舞的时候 我也是回去那个年龄的 因为我那时候我很想跳舞 我也很学过嘛 可是我没学好 到现在可是你跳舞很棒 今天我们给朴正光一机会 我没看过你跳舞什么样 来 跳舞跳 你愿意跟他去合作一下吗 我给您唱歌吧 你自己跳 好 期待你的表现 跳海拉海拉海拉 你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你说你还练过 你练过什么你 但是我跟你讲 朴正光下来对了 不管这姑娘给我有一个机会 总归你是让电视机 观众朋友对你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你看你说话的方式 这个女孩子皮肤白白 然后跳舞的时候又扭扭 大家都认识到了 韩国的欧巴是很可爱的 谢谢 好 下一位 那个肖肖身上应该有很多点 但是她其实身上有一个点 我觉得特别有趣 她的眉毛 她的眉毛 能够自然形成炯那个表情 就是能够 这个对 然后眼睛特别大 就是她只要表情一多 就真的很像她刚刚那个画板上的 那个那种动漫的表情 所以很厉害 对 很动感的一个女生 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刚才你提板上画那个几个表情 我最感兴趣的是中间那个 看我像吗 就是 可爱不俗 然后声音过大 可爱不俗 现在使劲吗 好 我看到你跳舞的舞姿 非常的帅气 然后你皮肤又这么好 没这么性感 长得那么漂亮 我想起来一部电影 叫《全民情敌》 用在身上非常合适 谢谢 白雪公主 您好 您好 我就是你一直在等的那个人 是吗 真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不是在找 找 哎呀 别在这样的 太棒了 别在这样的 我走了 咱今天说的是别的 你说你不是要找二货吗 我给你算个数学题 十六除以二等于多少年 八 那你我有八个儿 我除以二 你找我吧 好 你聊一下 你还在最了解 我是肖肖 我今年二十三岁 我的故乡在北京 现在我的职业是一名教师 我所教授的科目是韩文跟英文 呃 如果你看我的外表 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内向 特别腼腆的女生 那你可就错了 我是一个典型的外表较小 但是内心非常强大的人 呃 由于家庭的关系 我很小的时候就自己独立生活了 呃 八年前我自己去了韩国 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生活着 呃 我觉得我是一个对自己的未来计划 特别有想法的人 呃 在结婚之前我想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然后去尝试许多自己从没做过的事情 然后尽可能的 不要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 但是结了婚之后呢 我想退居二线 就是事业先放在第二位 然后把我的家人放在第一位 来 我们翻开两张复刻牌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娇娇 业于韩国岭南大学教育专业 现在当韩语和英语的老师 她认为她自己是一个兼职女王 多才多艺 收集打折卷 啊 还有这个减肥的一本血泪史 呃 兼职女王你干很多职业吗 对 就是 贴过传单发过小广告刷盘子 然后 家教 然后翻译 然后化妆化妆品的促销等等 一系列 这里现在一边当老师一边还要兼的职 哦 以前大学的时候 哦 等于说在韩国勤工俭学了算是 很算是 啊 嘉宾 我想我很关心你这段减肥学类史 你能不能做个介绍啊 就是那请问一下 您现在的腰多大呀 二尺一 二尺一是吗 我当时的腰围是二尺七到二尺八 那你有多少 你别开玩笑了 你腰围都赶上我了你 是吗 你你现在完全看不出来啊 你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你有二十七二十八的时候 就 快上大学的时候 那是个小胖子 特别胖 一百四 一百四啊 一百四 一百四 跟我差不多 跟您差不多 怎么可能呢 这是真的 你让你告诉他们是怎么 对 你还是告诉一下我们 这怎么点的吧 就是 我 我其实挺残忍的 怎么残忍的 就 不吃主食 然后 晚上不吃晚餐 所以说 女生挺辛苦的 让朴灵光做 你做得到了 不吃主食 不吃晚饭 你行吗 绝不可能的 我不会绝对了 其实我觉得减肥的方法很多 关键是你要靠一种意念去支撑它 我感兴趣的倒是 是什么样的事情刺激你 突然要减肥 你对自己那么残忍 那个就是 雪泪史家特别狗血的剧情 狗血 对不对 就是我曾经 特别特别喜欢一个男生 然后她嘴上也说 女人就是最重要的是心里美怎么着 然后 但后面她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了 然后那个女生就是 高高瘦瘦挺漂亮的 当时我都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我说 可能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直到有一天就是 被那种 不认识的人 都说我特别胖 然后 就 特别被排挤 然后后面就说 那既然可以瘦下来的话 那为什么要胖呢 好 那男生做出你的第一次选择 好 三 二 一 清神责 好 我们继续翻开剩下的两张福克牌 再做了解 肖肖 肖肖谈过三次恋爱 但是因为文化差异而分手 呃 她希望找一个她妈妈喜欢的 能陪我打电动的 哈哈 打游戏的 这个男生当男朋友 呃 杨明你好 我想问一下啊 你说这个打电动 放在这边说明还 在你生活当中 挺重要的一个娱乐方式嘛 呃 那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呃 男生和你打电动啊 那你是不是很看重那个输赢呢 一定要那个 杀个死去回来 我一定要赢 不行就不开心 或者是一定要 哎 吵吵闹闹的之类的 没有一般男生打不过我 好吧有有时间的话 我们可以领教一下 听不到对手 那嘉宾嘉宾你好 你好 你那个牌上写的有 你的走友要求 有一个是你妈妈喜欢的 对 我理解妈妈喜欢的 可能是乖乖的 白白的 看着这个很靠谱的男生 我觉得我肯定是你妈妈喜欢的 那我补充一点 我喜欢的我妈就喜欢 那你觉得台上的哪一位 大概你会比较喜欢的 你这个不能回答 嗯 我喜欢主持人老师 说的很棒 妈妈也喜欢洛老师这样的 对 哎呦我这个 像他妈妈这样的观众 有好多啊 都喜欢看我们 谁都把这条一眼 那妈妈肯定会喜欢我啊 我和洛老师不是差不多 那可 就咱俩胖的地方都差不多 这叫敦敦 敦敦敦敦 我走可爱路线 我其实回想到啊 刚刚其实你这上面 是插了一个点 就你一出来的时候 那个体板上 就是你的一个爱情宣言 你说你喜欢 没心眼的二货 这个有没有具体是 什么样的类型或者你碰到的过的人 能够来证明这个没心眼的二货 是怎么样定义的 海绵宝宝 你刚刚不是说喜欢洛老师这样的吗 我就是海绵宝宝 有点像 哈哈哈 好 小胜瓜 帮他再说两句真话 因为男生们要做出他们的最后一次选择 他已经过你建议了 你也得给他点建议 那个 那个请 你要紧张一点 你好舒服的这样样子 有点肚子出来 甚至 这个 好 今天一给这样的话呢 用含一瞅吧 好 你说吧 我真的太厉害了 因为我年轻也很年轻的 你经历了很多事情 我真的太厉害了 我真的太厉害了 外国的时间生活 很难受到 我真的太厉害了 谢谢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 欢迎 就是说 棒 你 你很棒 哦 她飞得这么快 天气就被野总 你的翻译通过剪较太厉害了 中文比较精简 她说话的时候 我觉得我就像在看那种 一百多集的电视连续剧 家庭剧的爸爸 好 各位男生 来请你们手动弹剪气 第二次做选择的机会 三 二 一 请做决定 很好 眼睛内人生选择为您守候 你可以提出七个要求 那我先说第一个吧 就是 如果您跟我结了婚之后 不能赞成 你的父母我的父母 还有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请关牌 哦你想全住在一起 对大三居 这 林小龙 你觉得 机会这 有人翻过去了 我确实对我得给你提点 这个 今天的人更多 强调一点生活的独立性 你说 就算是 你和他都愿意跟各自的父母生活 那各自父母也不愿意 也不一定愿意都跟 这个对方的这个 比如说的女婿或者 儿媳妇的父母在一起 这也是在干扰他们的生活 可能会有很多矛盾 就是大家 彼此有自己独立的空间 但是最好是 早饭跟晚饭 能六个人在一起吃 哦 是这个意思 哦 好 下一个要求 下一个要求就是 不太打电动游戏的请关牌 这至关重要 他自己是一个电动迷 完了 还真有 有人翻过去 还有吗 基本上该问的都问了 好的 我们要有请出 这三位为你坚持到现在的男士 他们就是三号斯拓 十二号杨旭远 十五号毛尹坑 三位请出列 来 学超 上前一步 好 当三位男生站好以后 我们还要问一下 我们的 朴晨光 刚才他把你选的这个 红位子上坐了半天 你也跟他交流了不少 对于这一个在韩国有过充分的这个人生经历 求学经历的女生 你要做出判断 你是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 这种表白 还是愿意回到自己的位置 我觉得 这位小姑娘真的 蛮充分 生活充分 然后 大学的时候也是好多 工作坚持经验 可是 还是对我来说 有点 女性 妹妹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回去吧 好 谢谢 那三位男生 要努力 杨雪 你好 女嘉宾 进来以后 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觉得 你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意思是 你脱下 脸照的那一刻 你的双眼 就已经映造了我心里 我曾经听过一句话 这个世界 最真实的爱情 是突如其来的爱情 而在这一刻 我看到你的双眼 我依然 依然觉得 这个人站在我的面前 我依然充满着思念 这种思念 一直徘徊在我心里 我很忐忑不安 我有很多次希望你能够选择跟我 有一次对视的对话 但始终都没有等待到 我一直这样 等到最后 因为我相信 我这次表白 能够和你在一起 好 我们也可以多给你介绍一下 杨俊远呢 其实做的是美容化妆产 所以刚才他可以给你提出很多 关于健康的建议 生活强到品质 来 王宁坤 嗨 宝贝 有人说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去乌山不是云 我想 你就是我的乌山 我沧海 你如果想听音乐 那我就是CD 你想看电视 我就是遥控器 你想摘星星 我就是楼梯 若你还不满意 我还可以陪你打游戏 无所不能 远来变去 没有谁有我这样的魔力 伤天如地 为力无比 但是你要相信我的超级千里 无所不能 变来变去 这样的帅哥真是不容易 犹豫豫豫豫 别瞪眼睛 男子还是放下架子 让我明天 追到你 把旁边那个人感动到了 司徒 你压力会很大 好 你好 肖肖你好 我是一个 特别积极向上 开朗的人 我能带给你快乐 能带给身边的人快乐 我对你非常欣赏 尤其是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了那么多年 而且兼职那么多份工作 我觉得你非常的独立 我也有相似的经历 我曾经在美国的奥兰多 迪士尼乐园也打过工 而且是很苦的那种 炸薯条 做汉堡 服务每一位客人 有一天 工作最累的时候 要站十个小时 我当时真的想放弃 但是 克服之后呢 我又觉得收获非常大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 就应该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 为自己找困难 去享受那份克服困难的成就感 和成长的坏感 我在台上也很长时间了 一直没有女生来跟我表过拍 我也问过很多人到底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 真的有点 就是我 我人不行吗 其实不是 有人说 你是被评为 最受妈妈欢迎的男嘉宾 妈妈想签我没办法 女儿又不来签我 我总的妈妈 一定会非常喜欢我 你提出了 希望结婚后 两家人在一块生活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有姑娘希望这样 不管能不能实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好的愿景 这可以体现 你非常重视家庭 你是一个尊敬长辈 孝顺长辈的人 这是我 走偶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我们之间有太多的契合点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 完美 完美的一对 你在韩国那么长时间 那我想用 有一个韩国的韩剧叫 咖啡王子一号店 你看过 我用里面一段话 真的表白 下鸟 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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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扬 咖啡王子一号店 那天 养 ロ辑 男儿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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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他以为毛颖春的这一番表白已经可以打动我了 思错的这个半生不熟的说的像阿拉伯语一样的韩文 真的能够打动我 好 好 晓晓三个男生他们都是很诚恳地对你进行的表白 在三个人当中你要选出一个人 但是我不愿意以最坏的方式去思考这温小 我特别怕他把三个人都给举 因为我觉得三个人当中确实有挺适合他的 而且各自都表达了自己的那番真诚 这样 你来选择 晓晓的紧张啊他的手一直在后不断的擦汗 对不起 对三个人都只有这一句吗 还是对一个人 因为非常地对不起 三个人你都拒绝了 不做任何的考虑 再考虑考虑 不后对不起 这样吧我也告诉三位 她选的最新的男嘉宾 确实不在你们当中 我不知道她最终 是不是因为这个男生 要放弃你们 但这个姑娘应该是 一个比较坚持 自己想法的姑娘 来什么话都不说了 我插她 这三个人共同来跟她 我说对她是有压力 小小你考虑好了 这你是一个重要的选择 三个男生站在那边 一面前都很承认 对你表白 但你都拒绝她 那么刚才你在文小的手机 你还按了一个号码 但是你也知道这个号码 并没有给你留牌 没关系 你是 还表白吗 还要尝试吗 还是就放弃了 表白的话就 表白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好吧 所以说你也就走上架离开的 你也待了 今天很感谢有三位男嘉宾 跟我表白 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台爱 但是其中有两位是来自上海的 我不希望你们是因为我 而经受异地恋的考验 然后对于那位北京的男生 其实我觉得我也非常非常的对不起 因为您各方面都非常的优秀 但是主要原因是在于我 真正的爱情可能需要更多时间的考验 然后我希望时间可以给我们大家一个非常好的答案 没想到现在是不是应该公布那个答案 是 那整个这位就是 8号 刘敏 各位男嘉宾又要再次面临 CSA有健康美丽之选 剩下的几个剪影当中 你们最希望谁优先出场呢 我觉得5号那个手势是在勾引人吗 过来过去 我就让他出来 好的各位男士请投票 还真是 这位5号 凭姿势胜出 这位造型摆得再有各自的功能 来自于南京 叫做李景景 23岁 目前是名服装店主 感生有请李景景 哈喽大家好 我叫李景景 来自江苏南京 今年23岁 目前经营着一家女装店 别害怕 所谓的幸福会迟到 真心对爱勇敢 就是一种荣耀 找到你是我人生最大的骄傲 我是吕景景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 小吕 你画的是你的字画像 没有 其实这幅画呢 像半个字画像嘛 你知道它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你知道吧 因为 你画它的意图不在呢 我画这个是因为 我也有两颗可爱的兔子 笑起来的时候 看到了 所以画这个 它有什么样的才艺呢 李景景景 唱首莫文为了剩下的果实 谢谢 来 掌声鼓励性 也许多年 不再接你 你才会把我记忆起 时间累秀 这剩下的故事 回忆你寂寞的响起 我要试着离开你 不要再想你 虽然这并不是我本命 不要可以说 你还爱我 当看清 潮起潮好我 只要你记得我 非常好 掌声鼓励 谢谢 恭喜你75票 好 下面呢 我们要进入 科赛友健康美丽三连拍 面对镜头 准备好 开始 一 二 三 好 给大家有请 相信李景景的这幅自画像呢 会让很多人对他的长相 充满了奇思妙想 你敢不敢在第一时间 接下来面具 我OK的 非常好 真好 我们看看你画的像不像 好 记住啊 姑娘 当文小说321以后 我们希望在你的脸上 呈现出你当他那幅 自画像的表情 哈哈 哈哈 好啊 OK 啊 好 好 三 二 一 But when I like to meet the pretty woman 她有点神似 但是是一只很漂亮的故事 谢谢 来 准备我们最新的门家庭 食堂 嗯 哦 那好 呃 哪位单身 有幸会被请到这个风雨上做的 嗯 7号吧 7号 嗯 张大为 张大为呢初次坐下这个凳子 听到你选择他还有点不可置信 那你要选什么话说真话呢还是说好话呢 嗯 我选说真话因为我喜欢听真话 好 那就看你的了第一项 真话 啊 我尽量说说说几句 我看起来你从来都没说过这真话 我觉得如果我在齐飞前见到你这样的女生 我肯定就飞不了了肯定直接高血压了怎么飞啊 那还是公共安全比较重要 哈哈 你嘉宾的外貌条件毋庸置疑 我觉得所有男嘉宾应该都被你深深的吸引到了 谢谢 呃 女嘉宾你好 我是做老师的 所以会对口音这种东西特别关注 对啊 你从南京来的怎么一点都听不出南京的口音 因为南京我也去过几次 那边的人说话都非常的硬 对 如果一个南京的女生在南京本地谈恋爱是特别吃亏的 为什么 因为南京话比较直嘛 就类似于白话 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女生不温柔 比如说一般的女生会撒娇的时候嘛 就说 亲爱的你在干嘛呀 又换到我们南京女生就说 哎 你在干嘛呀 然后比如说 有些女生那个男生那个就是可能惹她不高兴了 或者怎么样 她说哎呀你讨厌 南京女生就说 哎呦我饭嫌 就是你知道这个语气 我要用这个来跟你们说 肯定没人把我牵走了 你得慎重替南京女孩代言啊 对 单身一大片到时候都赖你啊 对 所以我就借这个告诉大家 其实那女孩很温柔 只不过我们说话呢 有一点点的值 对吧 谢谢 女嘉宾我看到你的第一眼 我以为范冰冰来串场了 你有着一双范冰冰的眼睛 而且你的身材真的是 我可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 可以拥有这样魔鬼的身材和天使的笑容 从来拥有一个儿童的声音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完美 就是那个这个话有点让我受宠若惊 我试图去相信 但是我觉得你说假话的时候特别真 真的吗 谢谢 谢谢 说实话 你一冲场呢 会让大家想到很多让人愉悦的画面 阳光 沙滩 比基尼 等等 不知道你符不符合我们的想象 来一刀一下 走进你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叫吕景景 来自江苏南京 今年呢已经23岁了 目前经营着一家女装店 那为什么要经营这个店呢 就是跟我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觉得我是那种不太愿意受别人束缚的人 所以呢 我毕业以后没有选择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平时在家里我是一个比较宅的女生 不工作的时间 我基本上都会在家里面度过 我可以大概到一个礼拜不出门 基本上在家里面吃冰箱的速冻食品 和叫外卖 但是我偶尔也会包一包汤 我每个礼拜都会包一个不同样的汤 来犒劳自己辛苦的自己 我心里的男生类型呢 是成熟稳重型的 但如果你有一点点的幽默感 就特别的好了 我希望我可以在不高兴的时候 你能够逗逗我开心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你能够包容我的小任性 因为偶尔我也会发发小脾气 如果你能够包容我的话 我就会特别的喜欢你哦 台上有这样的男嘉宾吗 看过微信之后呢 我们再翻开两张扑克牌 聊取一些具体资讯 我已经毕业于江苏经贸学院 而且是环境艺术的专科 现在做了一个服装店的电厨 她认为自己的情绪很难控制 这个表情很夸张 而且是个购物狂 还不吃素 你喜欢吃肉 肉是动物 我是典型的肉是动物 我每次吃到绿颜色叶子的菜 我觉得我在大草原上奔跑 然后跌了一跤 然后吃了一嘴的草 满嘴的青草味 前辈呢 再给他吐过吧 想起这贤事了 我也觉得是 詹明你好 这边 你好 你说你不吃素 那如果你男朋友喜欢吃素怎么办 我可以就是荤素搭配啊 因为我会做饭 我荤素搭配OK的 只要他不介意我就好 你好 你好 你是这个环艺专业的是吧 对 你这个环艺专业让我第一 就是第一下我就想到了 拿一个大剪刀在那修草坪 怎么选择 其实不是 因为环艺呢 它有那个主修和辅修 我当时主修说起来特别惭愧 我主修的是室内设计 要学画画 但是我画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就是抽象派 外加联想派 然后我上学的时候 在忙别的事 要忙什么呢 其实我上学的时候 就接触服装这一类了 当时是和朋友在一起做一个店 后来呢 就觉得自己可以独立 就OK 后来自己开了一个店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 课程不是那么紧 早就工作了 对 你说你这个表情很夸张 情绪难控制 我觉得你挺正常的 因为那个我特别搞怪 然后就会学小动物什么的 说学就学 比如说我可以学一个小松鼠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记着心理一数 一二三我便给你们看 好 一二三 好 好 好 很可爱 你刚才做那个松鼠 真的不是很夸张 真的 所以那个松鼠 我也会做 你没有我的神似好不好 你不信任他 你要神似的话 一定要演什么 就是演情绪 比如说演一个愤怒中的绝望 有没有 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 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 我真的超级小的好 非常绝望 我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诶 失恋中的喜悦 这人有病 失恋了 他还是喜悦 你这样试着试着练 突然看到陆老师了 喜悦了 有没有 失恋中的喜悦 这人有病 你这样试着练 好了 看来这个女孩子 跟她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顺畅的 各位拿起来手中烂金器 第一次准备 准备好 3 2 1 请选择 很多男生选择继续了解 我们翻开 另外两张布图牌 雨基金谈过4次的 他属于这个叫挑战独特类型的男人 他希望这个男生呢 要大方幽默 已经算晚婚了 不想再婉遇了 你现在认为你这岁数就已经算晚婚了 你90后 因为就是今天我还在报纸看到 说90后已经成为第一批晚婚的人 真的 其实我看一看我身边同龄的很多女生都已经做辣妈了 然后我还没着落 哎呀你这样秀的会很难秀呀 还早着呢 你23他32 对啊我觉得我还年轻呢 你说你已经完了 我再也吼不下去了 他已经到晚年了 他觉得自己已经 没关系 你没有还算晚婚 那边你好 那个你刚刚说到那个喜欢挑战独特类型的男人嘛 然后你又说那个男生要大方幽默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大方幽默的算独特吗 不是我我 恋爱四次的经历 就是第四次是 重点是挑战了一个独特类型的 这个男孩 我认识他的时候 我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你你你你搞不定他 你你收不住他的心 但是我偏偏就是要尝试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 他没有陪我吃过一顿饭 看过一场电影 我们我们之间可能仅仅是 平时短信联系 或者是偶尔见见面这样子 他都是以工作忙来搪塞我 其实后来我知道 他可能就是劈腿啊或之类之类的 那你这次来到谁能舞台 你打算找一个独特一点的吗 我不想再挑战自己 所以说你想找一个踏实的对 呃李嘉宾 我其实挺纠结前面一个点 就是你说跟一前任男朋友 最后一次谈恋爱 你什么都没有收获 然后他甚至根本就不爱你 可以这么说 嗯你 有什么样的一种信念去支撑这个 不能没有收获吧 我我当时 其实我也觉得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时候就是一种 可能到后半段 呃 没有那么多爱的时候 有一种不服输 我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男生 我必须要征服你 但是后来你会觉得 其实爱情不是征服 是我们彼此想要在一起 那这个男生还是带给我们的很多成长 对 好来 江大为 你要不要再给男生们一点建议 我们就要做出第二次选择了 呃女嘉宾 确实是一个非常成熟的 可以说是女人了 我觉得她 心里年龄远远不止23岁 嗯 会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很想去接近你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相处 相比之下 可能跟李基尹相比 张大为倒反而显得有点稚嫩 她对爱情的了解甚至还不如这个女生多 是的 嗯 不知道这个点会不会也是有一些男生考虑的问题 来拿起你们手中的那天气 3 2 1 请选择 嗯 嗯 你非常有魅力 谢谢 11位男生变高的女生考虑 接下来你可以向男生提出11个要求 嗯 第一个 如果你睡觉打呼噜的男生 请翻牌 嗯 好有人翻过去了 下一个要求 谢谢 第二个要求是 嗯 我有主动联系别人障碍症 如果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不能接受我 不太主动联系你 请翻牌 我们可以理解不太主动联系别人 但是到了障碍症这个地步 就是其实 我不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 我可能不太会主动联系别人 但是代表我心里面没有你们 这个呢 你这个你还挺有杀伤力 翻过去不少拍 下个要求 嗯 第三个要求是 不能容许我为了朋友而忽视男朋友的 请翻牌 有归终米有 但仍然有男生翻过去 嗯 这边前面那个问题是有一定的 是 对 嗯 其他我放弃 我只有这三 我现在还留开几个能够 稍作思考 做出你的最后五次选择 来 呃 我不好意思我打单于什么 我能不能有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 我能希望 嗯 剩下的十一号 洋洋男和十五号毛颖春 能不能够放弃这个 机会 把牌翻过去 你们也知道我的性责 所以我希望城上出现不愉快的情况 我真的就是明着的恐吓威胁 我没见过 确定你们成功吗 嗯 这个不是你问我 我就不下去 那我祝你成功 哦毛颖春接受了这个建议 杨洋男 其实吧 呃 我觉得你挺好 而且我很喜欢你 谢谢 但是呢我觉得 我这个很大度 所以呢我决定留给曹老师 好 那杨洋男都跟毛颖坤 同意了曹俊的请求 那么现在 只有曹俊 也仅仅也相信一步 当然曹俊也可能忽略了另外一个潜在的对手 张戴维 张戴维 好 先要问一下张戴维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把你选择坐在这个椅子上 但是 你替他说了很多好话 你说了很多真话 现在你要来判断 你是愿意站在这个舞台 和曹俊一决此凶 嗯 还是 现在就回到你自己的位置 你什么都不用说 用行动来表示 可我想说一句 罗老师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你什么都不用说 因为你既然只有一个选择 走回去 站在这 我选择放弃 但是我不是因为胆怯 谢谢 好 我们也跟吕金敬提一个提醒 我们有一个高科技的软件 他可以测验出曹俊对你的表白 他的爱意度和真诚度有多高 你想不想使用 我不用 不用 因为我相信自己 所有 以后大家能不能生活在一起 要不要在一起 还是靠我去判断 我没有办法一辈子地用这个软件 我相信自己的直觉 好 曹俊 能否成功 就看你的表白 嗯 我越来越坚定我的选择了 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刚才女嘉宾说了一句话 就是我想说的 我也相信我的自己 我不觉得一个仪器能够代表我 而且今天 可能是我第一次 在这个谁能的舞台上 向一位女生表白 嗯 首先 我觉得对所有的男生来讲 第一感觉 一定是决定你跟这个女生 愿不愿意去交往的一个首要条件 我好 我保留地告诉你 我非常喜欢你的外貌 呃 然后 之后就是你的 感情经历 你谈过四次恋爱 我觉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这个舞台上 能够勇敢表达自己 恋爱次数颇多的女生并不多 这也是我非常欣赏的一点 因为对我来说 往往 恋爱次数更多的女生 她更加知道自己要什么 她更加确信 为什么我今天会 义无反顾地站下来 是因为我觉得 你刚才有一句话 你说 总有一个人 会在你一生中 给你上一课 这是我的某一位前任女友 对我说的 一模一样的话 一个字都没有差 在我在我心里 是一个深深的烙印 我觉得经历过这样 相同经历的人在一起 才会感受到 生活的可贵 才会互相珍惜 才会知道如何 去共同营造 这一段恋情 我手上有一个伟戒 我戴了它14年了 我希望今天是一个终点 可以终结我的孤单 我也希望今天是一个起点 是我们两个开始的 一个新的旅程 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 首先 谢谢男嘉宾 我知道你是很多 女孩子的白马王子 同样我不否认 你的外表很帅气 的确可以吸引到我 其实你说的话 我真的特别感动 但是我觉得 我没有这么大的 信心也好 或者是这么大的勇气 我去接受它 因为其实我 我觉得我们的背景相差特别大 你是流过学啊 或者也好 你现在是教法文也好 我也知道你其实思想 还比较西化啊 或者是怎么样 很多东西 你不够了解我 我想说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上来以后 我就没有看你四块牌子 那些硬性的条件啊 那些写出来的东西 我根本就没有看 从头到尾我就在用心去 听你的对话 我想去感受你的经历 我觉得当日两个人真的相爱的时候 那四张牌都代表了过去 而我们两个 从新开始之后 我和你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两个才会去写一个新的篇章 我希望你 如果真的要拒绝我 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 你现在要问我特别明确 我不知道 我就是没有那种勇气 要突破我心里面那些疑问 那些阻碍 我不希望是因为一时的热情 一时的冲动 而决定了我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 我们的性格很相似 我是一个很直的人 你也是一个很直的人 我怕我们都太强硬 而伤害到对方 你也说 曾经受过伤的人 大家彼此还会更珍惜 所以我会更慎重我的选择 如果你受过伤 我不想让你再受伤 我也不想再受伤 我只是找一个人来疼我 你也需要一个 能适合你的 稍微柔软一些的女孩 去在你身边 慢慢地融化你 真的特别谢谢你 我第一次这样 如果你不接受我 你会后悔一辈子 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希望 你可以为我撑起一片天 我希望 你可以为我撑起一片天 我可以像小鸟一样 依偎在你身边 哦 真的特别谢谢你 我第一次这样就是 你会后悔一辈子 我希望你幸福 幸福的让我忌妒 幸福的让我后悔 谢谢 谢谢台水 我可以给你拥抱一下吗 我不要 因为我怕他不高兴 我怕我心动的男生会在意 在场的15位 有哪位会介意自己的女朋友 跟别的男生拥抱一下 有些人就做出来 只要有一个 这不止一个 握手道别吧 好 感谢陶俊 陶俊今天是霸气开场 露气收场 现在吕金姐 在摆在里面前就两个选择了 第一 没有男生为你再留牌 你可以这样就离开这个位 第二 你在文小的手机上 曾经按下过一个号码 你也知道他没有给你 有这样的机会 是 你想怎么办 想不想试一试 我要向他表白 嗯 这样吧 你那么在乎 你自己请出他来吧 这个人是 这个人是 刚才为你想到了 他这个号码按照其实就是你 我不敢学习了 来吧 来吧 刘俊姐 给你的时间 通过这一段有限的时间 争取说服 我们的飞行员 首先你不要在意刚才场上所发生的一切 如果我们牵手 我相信你的朋友 你的兄弟 他会祝福我们 就算他不是你朋友 他妒忌我们 OK 我不在乎 没关系 可能你会觉得我气场怎么样 需要人去hold得住 但是其实我想告诉你 我是一个女人 我不需要别人hold得住我 我希望 你可以为我撑起一片天 我希望我可以像小鸟一样 宜威在你身边 我为什么对你表白 其实我觉得 你是个长得特别白白精进 特别干净的男生 让我看起来就觉得很舒服 其实我小时候想当空姐 你的职业 恰巧也跟我这一点比较契合 我觉得跟你在一起 我可以过简单平静的生活 这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 我不希望你去想太多 这个女孩怎么优秀 或者是这个女孩 有很多人喜欢 这些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喜欢的不是他们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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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喜欢你 真的 所以 从女精进登场后 就不断对她表达好感的张大伟 终于承认了自己喜欢女精进 这对互相新衣的男女 能成功牵手吗 他们又将受到怎样的阻扰呢 雅兵你好 您上场的时候 我这个心有扑通扑通扑通的响 你可以来摸一摸到时候 好 我会来摸的哦 然后男嘉宾 能够坐下我的篮筐吗 这是故意要陷害曹军一下 我这得选择一个 哦 待会儿 我很喜欢你 真的 所以我一直在跟你说好话 所以我才会选择放弃 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诠释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我真的还不够成熟 不代表我不喜欢你 但是我希望我要一点时间的沉变 我希望我能够多一些历练 如果那个时候你还在的话 我会带你走 可待会儿我跟你说 一个女人 好的女人是一个男人的好老师 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成熟 那么你在你面前站着一个女生 说不定就是你一个好老师 今天错过这个好老师 难道你要找那些不好的老师 先知道他们的教学有问题 然后再回来再来找他嘛 说不定没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我去做我的女人的老师 对不起 请一下 谢谢 很遗憾 你谢谢待会儿回到你自己身上 李孙静 你抱歉 今天没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但是呢你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坚持一下自己心里跟男生表白 你觉得有遗憾吗 我不会遗憾 好吧 到底就这样离开这个舞台了 谢谢各位男嘉宾 再见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幸福没有要不平静 刚从台上下来可能你们看不到我的表情 在我心里面真的特别不平静 因为我心动的男生 他最后的给我的答案真的让我 其实坦白说挺失望的 他所有的那些理由我都归根结底 就是因为没有勇气 他说好我喜欢你 就是不够喜欢 就是胆小 让我们再次进入喝洒用健康美丽之血 还有几位女孩子在后场 各位男生做出选择 我觉得吧 叫二号那个上海的 长黑的小姑娘擦的好了 她那个身子那个鞋的 真怕那个要摔倒 我们得扶她一把才行 否则多战了容易那个出事 我感觉 我也想看二号 因为二号一看就是来相亲的 多需要男人的依靠 整个身体都靠在了那个男生的身上 你赶快把它请出来 各位男生 想象力还真丰富 好 请投票吧 好 投票最多 有没有请出来自于上海的沈璐 24岁是营工资属条员 掌声有请 沈璐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晚上好 我叫沈璐 今年24岁来自上海 现在在家外企就职 合同协调员 我的爱情训练是 平凡就是幸福 我希望身边永远有这种简单 而幸福的生活 你是我想要找的幸福吗 谢谢 哦 怪不得 曹君说是等着上来寻找依靠的 看来想象的没错 沈璐这个头不低啊 我有一七五 一米七五呢 画了一只小猪是吧 对 画了个篮球是什么意思 猪的话呢 大家第一次想到什么呢 就是吃 我是一个师傅 而且我喜欢运动 所以我画的是只小猪 然后捧着一个篮球 带什么样的才艺呢 不会是打篮球吧 我带的才艺是首歌 唱的是海阔天空 信的歌 哇 好 什么一代 我曾怀疑我 走在沙漠中 从不结果 无论中什么梦 才张开翅膀 风却变沉默 习惯伤痛 能不能算收获 海阔天空 在勇敢以后 要那执着 叫命运的锁打破 冷漠的人 谢谢你们 曾经看见我 让我不低头 我更精彩的火 谢谢 好 变上个子高 在歌唱的水平也挺高的 其实六票 过关了 现在呢 我们要进入喝赛友 健康美丽三连拍 来面对镜头 一 二 三 好的 台中有请 我要特别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刚才你刚拿那个棋板问我 看到那个猪 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我真想到的是猪八戒 但我相信你是一只可爱的小猪 那你愿意在第一时间接下面去吗 稍微再等一下吧 好 留下这个悬念 选择谁最为你最新的男嘉宾呢 确定是他吗 对 确定 好 那这个 我们的舞台上还有一把红椅子 十六个男生 你可以请出一个人 他受到你的特别的会顾 坐在这 听你说好话 或者说真话 我请刘洋 我说好话 这个刘洋应该擅长 因为他做空性私仪嘛 是的 总得没完没了地说祝福 好 那就从你开始的刘洋 第一印象 没有说看到别的 光说第一点 我已经发现了你第一个优点 就是特别有眼光 能选择我帮你说好话 那必须的 对 暂时来说的话 我希望在你的幸福世界里面 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海阔天空 谢谢 小平你好 你好 你一上场的时候 就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感觉特别像一个演员 陈乔恩 是吗 然后呢 就把我这个新闻点抬到好高好高 你一唱歌的时候呢 那么低的key 然后我这个心情一直下来了 可是你一唱到这个副歌的地方呢 我心 我这个心呀 有扑通扑通扑通的响 现在我还有点 你可以来摸一摸到时候 好 我会来摸的哦 杨兵 你好 你好 有吃饭吗 你觉得呢 我在等着做饭给你吃 好 谢谢 杨兵是个很严谨的人 刚才唱了一圈 我数了一下 你脖子上挂的那个彩虹色糖果 正好是24颗 你的眼睛好厉害啊 我说你的眼神好厉害啊 我骗你的 你没事 好吧 我让你放松一下 有点紧张 我发现我和曹老师有点默契 一上来我就被那个项链锁吸引 后来他一说 就是这女嘉宾说吃货 我就明白了 就彩虹糖就挂在这边的 等会儿可能没事可以吃一粒 可能说我可以吃 挺甜的应该 好 谢谢 好 我们通过到VCR 对方再多了解 我叫沈璐 今年24岁 从小呢 我就是练体育的 那项目呢 是前进 所以现在周末呢 我都会去逃跑步 断了断地升起 然后约上几个一起 打篮球的朋友 打打篮球 所以运动 是我生活中 很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都说 爱运动的女生 比较阳光 开朗和幽默 所以我也不例外 而且我很喜欢 和小孩在一起 所以我希望 每周一日 我能成为一名体育老师 我爱好这份职业 我相信我也能够做好 虽然呢 我成为的南方 但是呢 我却有着北方人的好爽 虽然我的性格 是比较外向 开朗的 甚至有时候 有些哒哒咧咧 但是我希望找的男生 是成熟 变脸和稳重 比较懂有孩子心思的男人 我自身比较高 所以我希望男生 要一米八以上 我希望的爱情 是不抛弃 不放弃 就算希望渺茫 也绝不放弃任何希望 你是我要找到他吗 来我们再参加两张科科码 了解一些具体资讯 展望是毕业于社会体育装科 现在在做公司协调员 他想做一名体育老师 曾经呢 放完狠话 就后悔了 心情一好 就动手 是这样的 就是我平时说话 如果开心的话 会小小拍一下 对方一身的手 就是比如说 我心情很好 会来 诺老师 这不是拍我手 是拍我肩膀 这是 一部分 这也算 手的一部分 女嘉宾你好 你说你放完狠话 就后悔吗 我想知道你的狠话 到底有多狠 就是有时候 你说吵架的时候会 否论对方的一切 或者说 就会把对方 扁得硬是处 你最狠的一句话 说过的是 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但是我是属于 当天晚上 我是睡觉 我就会好的人 因为我是不记仇的 是这样的 这点挺好的 女嘉宾 我们一般趁热打铁嘛 我们今天就趁热 打一下球吧 因为作为我 初中高中 都是篮球队队长 非常想见识一下 你的球技 好 不知道今天 能不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可以 我对投篮比较厉害 两位男嘉宾能够 篮框 能够做下我的篮框吗 倒具先上 来 投具既然说了 那你就下来给他 来当一个篮框吧 也是要 进场的高度吗 你可以做到正常的高度吗 正常要三米五 三米零五 有个开关把腿拔上去 我可以把那个毛眼镜举起来 毛眼镜拿着这个 这个我看靠 我看可以 可以 来叠个罗汉 来叠个罗汉 好 这真是为了美女都豁出去了 你近一点 小心 不要动 我女婚 这就矮了一点吧 好 现在离得稍微近一点 稍微远一点 咱们罚三分球好吧 稍微远一点 好 先罚个三分球再扣个来 好吧 来 三分球 真是故意要欺骗曹君一下 怎么说呢 我们只看出篮框的先进性 可以四重伸缩 咱们来个三分上篮好吗 对 打板上篮 曹君运口气 练练气功 这个棒的 这个棒的 真不错 这曹君今天也是甘为人心 谢谢来嘉宾 不好意思 曹君 曹君有点被打傻了的感觉 有点晕 要不这样吧 我们有个时间一起打开球 我可以 这喜爱篮球的这个 才然还只有不走 好 来 各位男生做出我们的记忆第一次选择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的 继续翻开 剩下的两段不崩盘 了解另外的一些资讯 展露呢 谈过两次恋爱 这个恋爱的对象竟然是堂哥兄弟 但是因为 他这个堂哥兄弟可能有个前女友 最后就选择分手了 希望找这个男生呢 要一米八以上 生活要两点一线的男生 特别强调不能有干妹妹 这个两点一线 从家里到单位 对 生活 有人说多乏味啊 因为我比较缺乏安全感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给我的安全感比较多一点 女嘉宾你好 你好 那个其实你说这种两点一线的生活 其实叫现在的一些年轻人 都是在拼搏中奋斗中 就可能会有很多的加班跟应酬 但是呢这些你是没办法的 那你觉得你这样能接受吗 很加班应酬我是能够接受的 我这就是很喜欢出去玩的 比如说去酒吧这种类型的 我是绝对不喜欢的 好谢谢 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所说的没有安全感 那我可以问一下你我怎么样去 有一些方式可以打消你的没有安全感 就是可以到来年去都可以把你带着 对就是这样你出去聚会的话 可以不一定要多带着 但是至少能让我知道你是和谁一起出去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有安全感 其实吧他就是希望你的生活工作环境 和他一样尽量的简单单纯 更容易让他了解 那大家到现在也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了 我们也要问问姑娘 愿意在男生们做出第二次选择之前 接下面去吗 愿意 很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见面 男生们 拿起手动弹剑器 三 二 一 请选择 很好 还有六招牌为你选择 现在来谈计向男生提出六个要求 四四个要求的 第一个要求的 第一个要求 第一个是吃饭喜欢点很多菜 然后吃完了会浪费不肯打包的情况 这不是个好习惯 现在都前面叫光弹行动 他们得吃光 要老实交代各位男生 还好 为你留牌的男士呢 都比较崇伤节俭 没有这样的状况 下个要求是 下一个是月光族的青光牌 有 还真有 张艺杰你是月光族啊 都花的什么地方了 要付房贷 要养车 自己要去要穿 对啊 但是透露一个重要的信息 张艺杰虽然还没结婚 工作没多少年 还在这已经开始攻防了 而且是有车有房 好 下面你还可以再提出你的要求 三年之内无法结婚的 请关牌 对于未来的人生规划 不能统一的请关牌 好 这姑娘希望三年之内 要结婚 有人翻过去了 还有吗 没有 非常好 有请出 依然为你留牌的四号 讲庆余六号楼结 两位请出列 好 在两个男生表白之前呢 我倒想问一下 我们的刘洋 你刚才跟他沟通这么多时间 他也把你请到这个红影的事 你现在是决定 让他表白呢 还是你自己主动活在你自己的这个位置上 其实 可能都是因为练体育的出身的人 我觉得对他有一种心灵上的共鸣 但是他好像是小妹妹那种感觉 我很希望他可以到夕 行了 现在就要看这两位男生 你们的表白能否收获 今天一个满意的结果 在两位表白之前呢 还是得望望姑娘 你还有一个选择 要么呢 凭自己的直觉来感受他们对你的诚意 或者你可以借助我们的高科技软件 来测量一下 他们的爱意度 或者是他们的真诚度 你不做这个选择吗 我想选择一下 好 你愿意选择什么 我们有两个选项 一个叫爱意度 也就是你给他们30秒以上的表白时间 他们背后大屏幕将显示出不同的心形 心形越多 说明他们的爱意越浓 还有一种选择 你可以在他们的真诚度 你向他提问 他来回答 问最多不超过五个问题 你看他对你是不是这个回答 是真实 是真诚的 我想选第一种 两个人都是这样吗 是的 好 好吧 那俩小伙子 你们今天可得这考虑好了 你们看不见这个答案 答案在你们的身后 我们现在先有请 小夕 开始 嘉宾自打 从你刚刚走出来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条像彩虹汤一样的项链 让我有了很大的触动 我平时是根本就不吃糖的 我唯一只吃的糖就是彩虹糖 而且在吃它的时候 我会有种像恋爱一样幸福的感觉 即使我在单身 你说你喜欢两点一线的生活 虽然我是一名创武员 每天不得不天南海北的飞 但是两点一线我会做到 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 我始终会记得回家 你想要的家的安全感 你想要的一切 我可以给你 这个肩膀 以后可以给你扛 愿意跟我走吗 把我带走 好 贾心 你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获得的是一颗心 一颗心 好 那么现在有请杨姐 女嘉宾你好 你不要紧张 我 其实第一眼看到你 我觉得你的微笑很迷人 我被你的微笑就是感染了 然后因为我小的时候 也是在足球校队 本来要申请专业 但是到后面就因为身体的原因 所以我很羡慕你 练了这么久的体育 然后你说过你很喜欢小孩子 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因为我以前也到那种 像希望小学去做过一些支教的工作 因为我们的可能 我们的爱心都是一样 所以你也说过 就是你对于一个人 就是可能没有太多的安全感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 如果你跟我 你大可放心 因为我的家庭从小就告诉我 怎么样去担当 包括我的父亲生了病以后 就是躺在床上 然后动也不能动的时候 我才知道什么叫担当 什么叫给予别人的安全感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我能做到 我到篮里我就能把你带到篮里去 或者我会给你发短信说 我在篮里什么时候回来 或者是你不要想我 所以我很希望 能够通过我的行动 然后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安全感 我们可以一起骑车 我也可以跟你一起跑步 然后你是练体育的 我知道肯定会过多或少 有一些伤害 对身体上 所以我也可以帮你捏捏腿 然后帮你擦擦药 对 这是我在行 因为我生来就是照顾人 对 所以 谢谢 谢谢 好 我想先问一下杨姐 你觉得你刚才的表白能赢得几颗心呢 满分了 满分 我的心一直在跳 满分是五颗心 对 你会都可以看一下 你有三颗心 很厉害的 三颗心应该算是很不错 我觉得是用心 所以所以他能感应 没错 好 那么现在 散路 这个结果 已经告诉你这两个男生 谁对你的爱意更浓 你愿意从他们两个当中选择一个 我决定选掉一个 我特别得告诉你们二位 这个 这姑娘一开始在文小手机上 她选择了一个号码 但是 遗憾地告诉你 Mari 其实并不是你们两个男生的认识 但是她现在改主意了 她准备在你们两个当中选择一个 做出决定吧 沈罗 女嘉宾究竟会选择谁 牵手离开我们的舞台呢 结局会如您所料吗 答案马上揭晓 女嘉宾让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 感觉女嘉宾好像不太需要人抱你 我会给你父亲的爱情 也会给你男朋友的爱情 请走吧 她准备在你们两个当中选择的一个 做出决定吧 沈罗 恭喜二位 先手成功 也谢谢贾心 又回到你的座位上 给你表情去看了 好 也恭喜你们 你们将获得由天王风平用的茶 所提供的健康美丽韩国游 以及最大水里水 做平衡下支舞 坚然的休闲浪漫之力 担动 多好啊 一个人跑着梦 一个人骑着自己车 这也够累的这个 是啊 来 两个人牵手 甜蜜 离开我们的舞台了 再见 我原来选的是张应杰 但通过了解 我觉得杨洁可能比较 更适合我 尽力也好 就是各方面 我觉得比较适合我吧 对 我也是非常荣幸 感觉到很高兴 能碰到这么一个 笑起来这么可爱的女孩子 我也很希望跟她一起好好的 然后以后有机会 带她进上去旅游 或者到马来西亚去玩 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天王蜂蜜柚子茶 独家冠名播出的 《谁能白得以》 本节目由 你本来就很美 自然糖 雪润 西白 联合赞助播出 我们需要再一次的 Hersile 健康 美丽之血 哪个剪影 都该打动你们 各位 请投票 7号 来自湖北的这位品牌 这位来自湖北的姑娘 名叫刘丽君 22岁 是一名国企文艺员 掌声有请 刘丽君 Hello 大家好 我叫刘丽君 今年22岁 来自董友故乡 湖北校感 现在呢 在一家国企 担任人事文员工作 我带秦轩言识 对于世界来说 你只是一个人 而对于我来说 你是全世界 那么你会是我的全世界吗 谢谢 那什么才艺种是我们呢 那么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五月天的拥抱 好 好 掌声有请 这下长日的假面 奔向梦魂的疆劫 南瓜 马车的午夜 幻想童话的玻璃鞋 等你清楚 看见我的美 月光 谁敢言 谁敢言美 哪一个人 爱我 在我的手 所以大家 你得感谢你身后的那些男嘉宾 强大的伴舞团 谢谢 帮你装计到73票 谢谢 下面我们要进入 孙三游健康美的三连拍 我们为敬喉 准备 开始 一 二 三 好 好 来个合起 你愿意在第一时间 再下面去吗 我愿意 好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接力 我 李嘉宾 原来湖北笑感 还产美女 李嘉宾 让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 能不能就是 请你在我身上 签一个你的名字 可以吗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接力 选择有你最幸运的嘉宾 是他 嗯 那么刘丽娟 谁 会被你请到这个红椅子上坐的 嗯 我选择九号嘉宾 曹君 人们都说曹君有的时候 也是嘴下不留情的 那你会选择他是好坏的 还是说真话呢 我选择真话 好 第一印象 呃 选择在第一时间接下面一句 这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行为 呃 非常自信 但是呢 刚才那首歌稍微欠缺了一点 特别是那句五月天的拥抱嘛 是抱紧我 吻我 是非常有力度的 可是感觉女嘉宾好像 不太需要人抱紧她 刚才可能有点紧张 女嘉宾你好 你好 当我看你从台上下来的时候 差点飞出来 让我让我特别想给你一个拥抱 谢谢 感动谢谢 啊 你嘉宾你好 你身上有一个气质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就是特别像林黛玉 就是有 是不是有人说过你 对啊 很多人都这样讲 就是她的气质有一点 虽然刚刚的歌曲是有点那种爱情的感觉 但是她更多的是有这种 其美其轻的感觉在里面 而且特别的像南方姑娘的那种温柔 这个倒是出乎我意料的 但我觉得这个娇小的身材一定能吸引我们南方的这个男嘉宾更多的这个注目 对 谢谢 林黛玉 那个在认识你之前 我只知道湖北孝感特产是麻糖和米酒 对 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还产美女 对啊 我们那边美女很多的 黎君你好 听到你的名字 非常地有亲切感 因为我自己的妹妹也叫黎君 真的吗 真的 好巧 对 然后我觉得你很安静 希望来到这个舞台 你可以从一朵孤傲的蔷薇 变成一朵盛放的百合花 谢谢 她真的是一个挺特别的味道的姑娘 我还依稀记得林黛玉的盼子里面有一句 似乎是说天生一段风情全在眉梢 别说你这眼睛看着人的时候 真有点那个意思 眉目传奇 谢谢 别看我了 多瞅瞅她们 都被你电倒了 来看到VCR走进她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 我叫刘丽君 今年22岁 现在目前呢 在一家国企从事人事工作 虽然我的工作呢 平时需要我表现得很严肃 挺强势 但其实呢 我生活中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 平时呢 朋友都会说我有点小迷糊 其实呢 我只是很健忘 比如说 坐在家里看电视 突然看表 八点了 然后我就会跟我妈说 妈八点了 怎么还不做饭呀 然后我妈就说 你不是才吃过吗 然后我就想 对哦 我才吃过饭哦 我也喜欢很多的户外运动 比如 踏青 爬山 漂流 滑雪 冲浪 我的梦想呢 是可以做一名街包客 拿着单反走世界 我喜欢的男生呢 首先要孝顺 作为一个孝赶的姑娘 我认为 孝顺是第一位的 喜欢户外运动 如果呢 你可以陪我去 玩极限运动的话 当然最好了 我也希望呢 我的新男生 可以像太阳一样 得我很温暖的感觉 如果你是我的太阳 那么就照到我的心里来吧 还有一些具体资讯 来翻开两张批课台 刘立军 毕业于湖北工业大学 行政管理的专业 现在在一家国企 担任文员 说自己爱刺激 是重感情的小迷惑 其实刚才片子当中 已经介绍了不少了 还是留给男嘉宾 跟他去沟通吧 那个女嘉宾你好 你好 你说你是重感情的 小迷糊嘛 那我很想知道 你更看重的是 友情还是爱情呢 友情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从小啊 总是一个人 然后比较孤单一点 所以呢 我希望周边有很多朋友 陪我一起 那是两个朋友 在一起的感觉 女嘉宾你好 那个我身边有一些女生啊 就特别迷糊 然后我就想知道 你最迷糊的事情 是什么东西 当我经常买东西的时候 要么就是忘记付钱 要么就是忘记拿东西 这是比较经常的事情 开始忘记付钱吧 忘记付钱肯定会有人提醒你 那女嘉宾这里 刘宾你好 我刚才听到就是 有人说你像林黛玉嘛 然后我也从头观察到现在 你也没有笑过 我希望你能不能笑一下 给我们大家看看 我有在笑啊 就是再灿烂一点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你看我 我都已经牺牲了 我自己给你看了 平时也就这样的呀 其实仔细看那个立军的嘴 我发现一个问题了 他其实一直在笑 只是因为他嘴实在太小 他那个幅度不是常人能够发现的 其实有微调 仔细看他那个嘴 其实他有在笑的 只是笑的没那么夸张的感觉 因为嘴小 含笑 所以这是美的 好 男生们 拿起你们手指放进去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好的 还有很多男生选择继续了解你 还有一些情况 翻开两段混合台 我们就知道了 有的已经谈过两次恋爱 虽然他只有22岁 但他有一次暗恋 10年 被催买车劈腿而分手 是两段 是两段感情 第一段感情是男朋友催了你买车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 那个男朋友 我们相处了一年 然后呢 刚开始都蛮正常的 他后来慢慢的 可能是因为他受周围朋友的影响吧 然后他就会经常跟我说 他兄弟的女朋友 给他买了一辆什么什么车 然后问我 你什么时候买车啊 哦 后来你没有满足他的要求 我们后来就分手了 是有点不太下话 他希望呢能够找到一个 能够给予自己 父亲开温暖的男生 这是刘一军的 希望找到的一份爱情 女嘉宾你好 这边 你好 你说你既然暗恋过 10年那么长时间 你是怎么做到的 是这样子的 我暗恋时间 那个男生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 那个时候并不懂感情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第一眼看到那个男生的时候 我就喜欢他 他不高也不帅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就小学毕业之后 我们就失散了 一直到去年年初的时候 小学同学聚会 我们又重逢了 然后后来我们就 是我对他先表示好感的 相当于是我倒追他吧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但是我们在一起三个月以后 就分手了 为什么 劈腿 因为被他劈腿 就是这个男生 暗恋了10年你没有联系 小学毕业以后 一直到后来 10年以后才见的面 对 这10年你没见他 你一直在暗恋他 一直没见过 但是他在我心里一直有分量 我到现在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的眼神 他的表情 还有他的形象 我记得很清楚 可是10年人会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个时候的他 还跟之前那个他是同一个人吗 文化等候吗 文化等候吗 其实那个时候我也并不了解他 我跟他小学时候 并没有过多的交流 我们可能连画都没收上 就是喜欢自己的那个 小小画 对 痴情度很高的人 诸位 你们可得注意 这样的女生可轻易不能上岸 我来问个问题 就是女嘉宾喜欢自己父亲般的温柔 你可能觉得父亲对你好 那当然了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得过自己的父亲对女儿好的 所以我想你能不能有一点具体的东西 父亲怎么对你好 你这样自己也清楚了 以后你找男朋友 你也清楚你要什么 对 我觉得男嘉宾说的很对 但是有点可能男嘉宾并不了解 因为我从小就缺乏父爱 我并没有过多的感受到 为什么 父亲对我的关爱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在我12岁的时候 最后已经离开我们了 所以呢 我是比较缺乏父爱的 女嘉宾这边你好 你好 可能说你从父亲身上 或者说他引导到你到现在 对于男生身上你最希望能够有的一个优质的一个特点 就是什么 那就是顾家 因为我的父亲呢是一位绝世好男人 他不仅呢很敬业 工作上面很拼 他出事也是因为工伤 然后呢 他在家庭方面过得也非常好 在家会洗衣做饭 然后对我妈妈非常好 基本上我妈妈在私家里是不需要操心的 然后所以呢 这种照顾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OK 好 谢谢 嘉宾你好 你觉得这个台上 谁能给你最父亲般温暖 我觉得是 小鼠 小鼠可以给你父亲般的温暖 帮他说两句 就是你愿意的是 就是父亲般温暖的对吧 对 其实 就是 从小时候 我的爸爸 逝世了嘛 然后我也没有说到爸爸父亲的爱情 所以我也知道那些感情 所以我请你这个现场找到一个很好的 男性 然后他会给你 你愿意去关怀这样的一个小女生吗 调声光 愿意的 好 各位男生 准备还用水晶动机器 3 2 1 请选择 好的 有8位男生 任你选择 现在已经选择 你提出8个人选 第一个就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 曾经跟女友发生争吵 并且把女友丢在路边的人 请翻牌 看起来这都是你谈恋爱当中遇到的问题 对吧 不希望这个对剧再次发生 对 还好他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下一个要求 不记得父母生日的请翻牌 有吗 我也不敢承认 哦还真有 这个是有特殊原因 因为姜妈说从小我了解就没有父母 我了解下一个要求 曾经因为被感动而跟女友在一起的 是谈恋爱哦 在一起的 请翻牌 你被感动 对 你不希望 男生是一个容易心软的男人 我不希望是女方追求男方 然后男方另外女方所作所为而感动在一起 哦是不是不忍心 所以我就跟你谈恋爱了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不希望再有 还有要求吗 嗯最后一个要求 嗯 夏天喜欢打伞 涂防晒霜的男生请翻牌 有吗 老实交代哦 两项东东主要占一项 哎呦 这个 张大为你太让我惊讶了 哦 夏天的时候你愿意打一个雷丝的伞 这个 雷丝不打 最近夏天我冬天也会 也会挺黄蟹霜不是打伞 哦 你是怕被晒黑了 呃是紫外线辐射高空抬离子 哦 哦 这个跟他的工作有名 他是 这个飞机驾驶人 对对对那我了解 没有要求是吗 没有了 好非常幸运的是 有位留下来了 那就是二号 想成功 请推定 一轻也上前一步 当然在朴正光表白之前呢 也要问一下曹剧 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 他把你选择到这 你也不知道 现在你是愿意 站在朴正光的旁边 向他表白 还是索性回到自己的位置 谢谢 呃 曹剧你稍微等一下吗 啊 呃 为什么 对 虽然呢 呃你今天没有选择向我表白 但是呢 我有为你准备一份小礼物 我想送给你 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我还挺受宠物的经历 你今天有点受伤 我知道 然后 因为我之前看过你的一期节目 然后 门小姐问 问了在场的所有嘉宾 想要收到什么礼物 然后我只记得你一个人的 对 记得你说你是一位老师 然后你最想收到的礼物是 笔对吗 最笔 对然后 我看到这期节目之后 我就为你准备了这份小礼物 虽然呢你今天 摊了牌 但是我还是想送给你 是吗 我看起来还是一个挺好的 啊 我说久了一听觉有心啊 诶 再次谢谢下女嘉宾 然后希望你待会成功 谢谢你接受我的礼物 谢谢 我一定会一直带走 谢谢 好 谢谢财政师 带你坐一坐 我想问一下刘理君啊 我们有一个高科技的软件 你想不想今天 测验一下 测试光对你的爱意度和真正度 可以 你要测验他哪一个 是爱意吧 是爱意 好 那么飘成光给你一分钟时间 进行表白 如果你的表白确实爱意很浓 你背后的新型标志会显得很多 好 现在有请飘成光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 我叫飘成光来自韩国轮串 现在在上海贸易公司的上班 其实年龄是 数值而已 身高 也是数值而已 体重 也是数值而已 其实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 我最要求的我的对象就是孝顺一点的 可是你曾经从12岁的时候 你的父亲离开了 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真不容易的 因为我身边也有 我也是一样 我们类似的就是 我也是从小的时候 我的爸爸离开我 那时候我不听母亲的 母亲说话我非常挑剔的 是你一点都没有那些感觉的 而且你来自湖北对吧 对 我非常不喜欢吃面 可是只喜欢吃一个面 六干面 对我们也特强 对吧 能不能就给我 吃 其实我的性格比较直接的 开门键上吧 我会给你 父亲的爱情 也会给你 男朋友的爱情 请 走吧 面对台上最有资格能带给自己父亲般温暖的瓢声光的 深情表白 德军会被他打动吗 光很短马上回来 请 走吧 老师妈我要告诉你 你这个表达呢 可能是由于这个 看你确实没有那么流利 但是呢这个软件的测验方式 跟你的用什么语言没关系 它是跟你的语气语调 来判定你的 对这个姑娘的爱意度 很遗憾 你只得到了一颗心 就说明你还不够真诚 就是还不够爱 我不应该这样说 也许软件或者电脑总会出错误 也许他要花在这怎么思考表达上 分散了他的经历 其实和朋友之间用汉语过程的话一点都没有听 可是来舞台的时候突然想不出来一半词 所以有时候有困难 像这样 所以这个确实是给你减分的 不过最终做决定还是这个姑娘 所以他的意见比机器更重要 对 一军 首先呢 男嘉宾 是要谢谢你 然后男嘉宾的信音我这边也是收到了 但是我刚刚有说过 我的择位标准是年龄在28岁以下 然后首先呢这一点就不好意思 可是我刚才说过年龄数字而已 不是吗 那不考虑吗 而且你要的父亲般的温暖 也许真的要到他这个年纪的男人才可能会具备 你不觉得吗 是年龄这边我是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对 你拒绝了 对 不好意思 好 很遗憾 全身光也尽力了 谢谢你 好 给到你的作用上 刘立军我想我们后面他其实不用说了 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因为在此之前 小刘在文小的手间按出一个号码 但是这个人其实已经表达了他的意见了 应该需要我公布吗 需要公布吗 不需要 不需要公布 你也不想再来对他说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的心意了 好 好 那好我们也尊重你 那就只好这样离开这个舞台 不好意思再打断一会儿 我真的觉得 刚才我也其实犹豫了一段时间 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特别的脆弱 我不想这样赶快就走 其实呢我是觉得可能在条件上确实有一些些不符合 对不起有一些不符合 所以我想稍微有 但是实在是你也知道我是一个有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离开这个舞台 但是呢你这个礼物我刚才又看了一遍 我真的懵了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最后有个请求吧 能不能就是请你用一下这支笔在我身上 签一个你的名字 可以吗 没有我不想这样 我觉得不如你把我的名字记在心里 其实你刚刚有说 多善良的姑娘 但是我们也看到曹俊也很善良 您也很确实敏感 你体察到了他在这个手机上按的是哪个号码 是 对 其实 呃 我知道 曹俊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人 而且其实我刚刚已经想好了 你一定会离开 然后呢其实你并不需要有余 我不是一个很脆弱的姑娘 对 其实我很坚强并且独立 我相信 所以呢 你可以放新的离开 好 那请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种离开 祝福你 再见男君 好的 希望你可以幸福 幸福没有那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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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